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介紹這20個字的行業輸入法猜字講解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開始 第一個是白 白的話是第一筆撇酒 所以我們按一下酒中 基本筆畫都在中間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是日日的話我們取01 外面放光口裡頭橫1 01在0上的位置 所以我們按0上 好 第一個 好 下一個我們看上面呢 是酒吧 這個字跟撇酒開頭 然後八納結尾酒吧 所以是在酒下的位置 好 再來呢 是方框口 基本筆畫在中間 所以我們看一下0中 好 那它是 剛剛拆的這個個呢 它上半部這個是屬於例外的字根 它是跟瀑布歸類在一起的 因為仔細看它其實是7開頭 蓋子7開頭 我為了要把它歸類跟瀑布擺在一起 所以它是例外的放在酒吧 那你如果從第一筆看的話 它其實也可以算是撇酒 好 下一個我們看女的話呢 它本身就是一個字根 好 第一筆 另外二 最後一筆橫一 所以是二一 也就是二上的位置 好 空白鍵 好 下一個我們看上面是圖 圖的話是四一 正叫四橫一 也就是四上的位置 好 那下面呢 三直開頭 最後八納結尾的三八 也就是三下 好 第一個 好 下一個我們看 它是蓋子7開頭 點六結尾的七六 所以我賣下七下 好 下面呢 方框口 基本筆畫在中間 說賣下零中 好 第一個 好 下一個我們看 最上面是六一 點六橫一 也就是六上的位置 再來呢 是一個方框口 所以我們按下零中 接著要寫的是一個蓋子7 所以我們按下七中 好 最後還是一個方框口 所以我們再按一次零中 好 下一個我們看 這個步手呢 它是點開頭 點六開頭 然後撇九結尾的六九 所以在六下 我們按下六下 好 接著呢 人字邊 人字邊的話是 八 所以我們下八中 好 再來呢 還是人字邊 所以我們再按一次八中 好 這樣已經取三個字根了 那行列 有一個規則叫前上後一 我們直接跳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是新 新的第一筆跟最後一筆都是點六 所以我們按下六下 六六的位置 六下 好 下一個方框口開頭 所以我們按下零中 好 下面的八呢 它是基本筆畫 所以我們按下八中 好 第一個 好 下一個呢 是先從人字邊 開始寫 所以我們按下八中 好 那人字邊 寫完了又半部 我們看一下 它是點六開頭 然後一直寫寫寫寫 寫到最後一個橫一 所以是六一 那六一 就是在六上的位置 好 那最後呢 最後是戳字邊 戳字邊 點六開頭 八那結尾的六八 也就是六下 所以我們按下六下 好 下一個 手本身 就是一個字根 它是第一筆撇九 然後剩下的呢 是雙十正交九四 也就是九上的位置 我們按下九上 好 第一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看一下 線的第一筆橫一 所以我們按下一中 剩下呢 剩下呢 下面是 正交四橫一的四一 所以我們按下四上 好 再來 右邊呢 是先拆 木 好 那 木的話它是例外的 放在七中 好 最後呢 這一個是算 逆彎二的基本字根 所以我們按下二中 好 下一個我們看 最它的寫法 最上面雖然看起來 是一個蓋子 不過呢它寫起來很像日 那很多人也可能 就把它當作日在寫 那其實它不是日 好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當作日的話 它是方框口橫一的01 所以呢 這是 我們按01 0上的位置 好 接著呢 是一個橫一 好 那我們就按一下 一中 好 再來呢 要取的字根是 三一 好 就是說它剩下的部分 耳朵的第一筆寫了 那剩下的部分 第一筆三指就會比橫一 三一 也就是山上的位置 好 最後呢 右 右的話 是一個字根 它是順彎五跟八納組成的 五八 也就是五下 好 下一個我們看 蜜字邊 蜜字邊的話 我們取的是 二八 好 也就是二下的位置 再來呢 右邊上面是八一 一 好 就是 人跟一組成的八一 也就是八上的位置 好 最下面呢 右下角是方框口 所以我們按零中 好 下一個 方框口開頭 所以我們按下零中之後 再來右邊上面呢 取的是五九 這個字根 第一筆順按五 最後一筆撇九 五九 也就是五下的位置 好 右下角呢 最後要取的是 橫一 逆王二 一二 這個字根 一二的位置在一上 所以我們按下一上 好 下一個聽的話 我們剛剛有猜過 它是一個橫一之後 然後剩下的部分是三一 所以我們按一下三上 好 再來要寫的呢 是撇九 所以我們按一下九中 好 那剩下的部分呢 就不用猜了 直接跳最後一個 因為行列的規則是前三後一 所以我們直接看右下角的心 心的話是 六六 剛剛有猜過 它是六下 所以我們下六下 好 第一個 好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上面的寶蓋 寶蓋是點六 蓋子七 六七 就是六下的位置 所以我們按下六下 好 再來呢 第一筆三直 然後呢 開始寫五一 然後再來五一 所以它是 頭尾的話是三一 也就是三上的位置 好 下一個我們看 三的話它是例外的 它是一個例外的字 跟它放在三中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打三的時候呢 直接按三中 好 選第一個就有了 好 下一個物的話 先取的是撇九橫一這個字 跟九一就是九上的位置 再來呢 是正教四 正教四的位置呢 在四中 基本筆畫 好 這樣子我們把牛取完了 那右邊呢 物的話是先拆九五 撇九順完五 九五這個字跟 那五是在中間 所以我們下九中 好 最後兩個撇 那撇的話是九 所以撇撇九九 就是在九下的位置 好 再來我們看下一個 金的話上面是八一 八一剛剛有拆過了 它是在八上的位置 那八一取完之後呢 一個勾 勾的話是順完五 一樣基本筆畫在中間 說明一下五中 好 第一個 好 下一個我們看左半邊 它是逆彎二開頭 開始寫的 三指橫一撇九 所以它是二九 取頭尾是二九 二九的位置在二下 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取的字根 是七六 那這個字形看起來有點像 七八 就是蓋子七兩點的八 不過呢 在行列輸入法裡頭 它是貴列在七六 它兩個點是往下的 所以呢 不管是七八還是七六 我們都是可以直接按七下 但是如果你是在打行列十的話 就要記得 這個字根呢 它是算七六 好 那七六再七下 好 再來的話是寸裡頭的十字 十字是正交 所以我賣一下四中 好 最後呢 點六 基本表在中間 所以我賣一下六中 好 這樣這個字剛好取完四個鍵 好 第一個 好 那接下來呢 我會介紹一些一級解碼 還有特別碼的打法 那二十個字當中的這幾個字 是有其他打法的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 高 那它是取第一個字根跟第三個 第一個字根呢 是六上的位置 好 那第三個字根呢 是蓋子七 所以我們下七中 然後呢 這個時候就可以直接按空白鍵 好 這個是 把原本的取碼 總共四個 然後簡化成兩個 兩個鍵加空白鍵的 這個叫做特別碼 好 下一個我們看 印的話它是 六九 這個字根開始寫 那六九的位置在六下 好 那 那螢幕上可以看到八號 就是一級解碼 它就有印可以選了 所以我們右手 中指往上按八之後 不用空白鍵 好 就有印這個字上去 好 下一個我們看 鏡的話它是 人字邊開始寫 所以我們按下八中 好 那它有歸類這個 這個一級解碼 它是放在六號 所以我們 右手十指往上按六 好 就有這一個字 好 再來我們看下面 線的話呢 第一筆橫一 所以我們按一下一中 好 那它有歸類一筆解碼 所以直接 左手十指往上按四 好 下一個我們看 上面要取的是 01這個字根 說我們按一下 0上 好 那它有歸類一級解碼 那我們左手十指往上按五 好 就有這個字出現 好 下一個我們看 我們看左邊密字邊 它取的是二八 就是二下的位置 好 那我們看到一級解碼 它是 八號 所以呢 右手中指往上按八 好 下一個我們看 左邊的話是 先取方框口 就是零中 基本筆畫在中間 好 那它歸類一級解碼的話 是五 所以左手十指往上按五 就有這個字 好 下一個 聽的話 原本要拆四碼的 那我們看第一筆是橫一 所以我們按一下一中之後 咦 這個三號就可以選了 三號就是聽 所以我們 左手中指往上按三 好 聽 好 下一個的話 它是算特別碼 那當然呢 它也有二級解碼的打法 我們來看一下 牛的話是先採九一 也就是九上 好 再來呢 是證交室 所以我們按一下四中 好 那 二級解碼它有歸類 所以它按九號之後呢 就有五這個字 好 那我再來拆一下 這個字的 特別碼 好 這個字的特別碼呢 取的是 第一個跟最後一個 也就是我們說的頭尾 的按鍵 好 那第一個字根呢 是九一 也就是九上的位置 好 那最後呢 是 九九 也就是九下 所以我們按下九下之後呢 然後按空白鍵 好 最後一個我們看 它要先取的是 左邊 這個字根 它是逆彎二開頭 撇九結尾的二九 也就是二下的位置 好 那一級解碼呢 它是歸類在六號 所以我們右手是指往上按六 好 就有這樣這個字 好 以上呢 就是 行列輸入法 這二十個字的材質講解 還有 特別碼 一級解碼跟二級解碼的介紹 謝謝你們的收看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也歡迎留言或是分享 還有 訂閱我的頻道跟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囉 人家中的格子 也好 在這不要那麼縮 來想像一下